由於今年沒有三星Note系列產品 更多用戶已將注意力轉移到了S22系列上 新品據說將有諸多變化 而且發布時間在2022年的1月份期間 依照當前洩露,我們來了解一下它的變化 洩露人士消息表示,S22系列變化將是小幅度的 首先從屏幕方面開始 三星S22將全系列帶來具有自適應刷新率的屏幕 這塊屏幕對電池能耗可起到了至關的作用 其因過勞在於1-120Hz之間的刷新率 在屏幕尺寸上,三星S22會具備一塊6.06英寸屏幕 S22 Plus將配備更大的6.55英寸屏幕 而S22 Ultra將配備更大的6.8英寸屏幕 對比上一代尺寸,新款S22和S22 Plus 都比之前尺寸更小 去年的S21配備了6.2英寸屏幕 S21 Plus的屏幕為6.7英寸 是什麼原因三星減小它們的尺寸 現在沒有人知道 最終三星S系列的最強旗艦還是Ultra型號 它具有6.8英寸的更大屏幕 並且擁有2K加級別的分辨率 前則兩款在為1080P分辨率 芯片方面,來自韓國的一份報告表明 三星在具有了AMD GPU的Exynos 2200芯片後 S22系列還是會更突出的使用驍龍895芯片 AMD驅動的Exynos 2200處理器 雖說性能已經提升很強 但今年它只會在全球少數幾個地區提供 絕大多數仍然是使用高通芯片組 情是新芯片的產量和供貨嚴重不足導致 而不是性能問題 從目前我們聽到的情況來看 得益於AMD的設計架構 新的Exynos 2200芯片在圖形處理方面非常強大 其性能可與F12系列中的A14芯片相媲美 甚至超越對方 對於還未了解這款芯片的人來說 三星會繼續推出高通和Exynos兩種芯片 因為多數人認為高通性能通常比三星芯片發揮更好 事實上三星給用AMD GPU後 已經有了翻貼覆定的提升 鏡頭方面 S22系列這次也是主要介紹的 S22和S22 Plus預計將共享一個全新的 5,000萬像素1.55分子1英寸的主傳感器 同時他們還將配備一個具有3倍光學變焦的 1,200萬像素長跡鏡頭 和一個1,200萬像素的超廣角鏡頭 而在S22 Ultra上將配備一個 新的1,800萬像素的主攝像頭 以及三個其他1,200萬像素鏡頭傳感器 一個用於3倍光學變焦 另一個則是具有10倍光學變焦的前望式鏡頭 而最後一個鏡頭則是超廣角 不好的是 之前我們一直在聽聞 三星在搞2億像素主鏡頭 現在似乎聽到的是 三星對2億上投並不太感興趣 而是發展下一代更強的1.800像素主鏡頭 最後在電池方面 可能會讓一些用戶感到失望 據說S22將裝有3800mAh的小電池 S22 Plus將裝有4000mAh電池 S22 Ultra則是一款配備了5000mAh電池的產品 至於充電方面 我們已經了解到消息 今年三星會在全系列帶來65W的有線快充 相比之前的25W終於帶來了改進 同時也具備無線充電功能 但功率應該不會提升多大 當前無線充電功率僅為15W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內容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